我們來看一下大哥家的冷氣 你要這樣子拍嗎? 沒關係,我們就是要這樣子就好了 你看 這個有夠厲害的 而且它這樣很穩 很專業 而且還是自己DIY 它利用什麼? 它利用頭枕 然後跟駕駛座的方向盤 取得平衡 而且這樣整隻都是 整台啦,剛好可以橫著放上去 然後它還利用保麗龍 保麗龍 它利用很多保麗龍,像這個 它加枕頭下面的保麗龍 而且你看喔 厲害的是下面還掛一個什麼 電風扇,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對啊 它掛一個小金剛才 它真的很會利用耶 而且它連保麗龍都把它刻到那個 對啊,剛好那個 角度啊 它利用保麗龍,有沒有看到? 很厲害耶 然後整個 整個冷氣它就... 我只能說大家為了要吹冷氣都會想盡辦 對 這總厲害 然後你看它排管就是放一個管子 對,我們跟各位講 這台冷氣啊 這叫利露冷氣 它是有排水功能的 排水在這裡 而且利露冷氣 它其實它的頭要比較高 所以你看喔 大哥還故意把它的那個 墊高 墊高一點點 比後面水平線有墊高有斜度 它排水比較好 沒錯 對啊 因為一般如果你都是平放的話 其實你當下會覺得水不多 可是當你要踢下來的時候 會感覺 噁水 對,因為它可能會記在中間的水盤裡面 所以其實是前頭要稍微墊高 它的排水效果才會好 沒錯 對 所以 你看它就利用前面這個空間 然後後面整個都是 打平可以睡覺的 嗯 除了這個 這台車 不只有冷氣 還有什麼 有冷氣一定有電嘛 對不對 對啊 它有水咧 它有水咧 我們看一下 它的水好像也裝好了 它不是坐在車裡面啊 它用那個 它底啊 它是用那個塑膠箱的 是嗎 對啊 對啊 有沒有 對啊 這也水啊 我哪有記得臉盆就是 欸 遙控器啊 對啊 出水啊 這個啊 你看 它手一個要用 你看 遙控器它就可以出水了 喔 在幫檢疫型 檢疫型的 而且你有聽到馬達的聲音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它的馬達在水箱裡面 喔 它把它藏在裡面 你把它藏在裡面 都聽得沒聲 沉水馬達 它是用沉水馬達 它是用沉水馬達 它這裡外面它要放一個那個水桶 對 對 接水桶 不方便排水的話啦 對啊 像這種濕冷的地方就還好啦 嗯 比較還好 你看 這個 這個 吸盤 吸盤的功用 還有這個 你看有沒有 吸盤的功用 喔 它這樣 欸 搭過來可以耶 剛剛好耶 對啊 然後你看它拉過來還把那個上面又遮一層 對 然後這邊又可以遮陽 對 對啊 有沒有 你看它這一層又可以遮陽 對不對 而且它也是剛好剛剛要遮一層層子 都泡過來 對對對 兩個吸盤 然後 是不是 這邊又講說 吸盤的好用喔 對 欸 問一下大哥 你那個 你冷氣有這樣有吹過嗎 是吹 有啦 那天我們去古關的時候有吹過 就也是這樣喔 對啊對啊 就是這樣 那會涼嗎 那時候古關它不是放在中間 它放在中間 你這次改有改 又改了 它又改版了 改在這邊對不對 上次我沒看到 有 因為它在那邊冷氣就有很多 我來走來走 我看它在那裡就有一個冷氣 每次來都有改版 而且 它這樣子下雨水都不會 水流線很好啊 它還利用繩子去做導流線啊 哪裡 那裡啊 走過去 它繩子中間有一塊那個做導流線 繩子 它有綁高啊 你看它現在是兩層的 喔 它利用了那個 喔這個喔 哇 好聰明喔 都不用不用到銀柱 欸小時候弄同軍課的 同軍課的那個 對啊 有認真在上的 現在哪有人會這樣啊 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都弄銀柱 對啊 它連銀柱都省了 對 對 就不用帶長條型的 什麼都不用帶 長條型我有帶 但是 沒有機要用到的時候 我不用 看環境喔 還用這個 還在底下 你放在這裡 這個底下 對 這個底下 沒有那麼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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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的 喔靠 你太強了吧 你這全車利用到底了啦 啊你怎麼知道有那個地方可以放 蛤 啊自己擋啊 自己擋啊 自己擋啊 那是原車 那是原車的地方嗎 還是你自己鎖的 對啊 喔那個是我鎖的啊 那是我鎖的啊 這個水管又出現了 大小了 哈哈 這有比較陷了 喔 我靠 大小小的 沒有就是我講的 因為那天去古關的時候 我用這個撐啊 然後兩個拉上去啊 嗯 厲害 然後平常就可以把它裝在裡面啊 而且他都用家裡不要的東西喔 利用家裡不要的伸縮感 對 看他的伸縮感有歷史 這伸縮感也是沒了 也是放在那裡用的就拿來用了 對啊 他說他利用他家裡不要的 啊到底是這一個是什麼東西 啊 水管啊 它是黑色啊 水管呢 鐵膠布 因為你底下是黑色的 嗯 所以我把它擦成黑色的 喔你用油漆漆的 油漆漆漆的 油漆漆漆啊 啊你其實用如果用那種黑色的膠布也可以 也可以啊 是不是比較 比較晦氣啊 油漆噴一噴就好了啊 喔你用小罐的有沒有 鐵熱式噴漆 一噴就很漂亮啊 你幹嘛很厲害啊 下面的空間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 這麼多氣力放在車子上 對對對 我是車底下拿著做水箱而已 嗯 他已經善用所有的空間了 他一定要的 他說他的 他為了要跟我們出來玩 他其實之前有一台車 小轎車 他才開 開一萬 欸 一萬五 一萬五 然後呢就跟姊姊洗腦 跟太太洗腦化的這台車 所以他一定要好好地善用它 不然太太應該會把它找 我 我感覺你一定會換太多 會不會 不會 他現在這樣弄得很素心 應該短時間不會換香氣車 不會 你的野營能力夠了 不用了不用了 你看那個58 58 那個Michael開那一台 跟那個四燒開那一台 都還沒有你的車大 對啊 人家還不是照玩 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保麗龍 可以這樣子 他就是利用很多保麗龍 保麗龍其實他還保護 你從來 你從來沒有想到說 一個吸盤 就可以 創造出 一個這樣的東西 一個 這個厲害 這個我們在 別的DIY裡面也沒有看到 有啦 他做的比較複雜 大概這個做的比較簡單 簡單 一個吸盤而已 對 之前那個都兩個 都兩個啊 我說一個吸盤 對一個吸盤是那個 因為我這個水槽 也可以用在車子裡面 車子裡面可以使用 我現在就去不落地的一個 對 不落地的我的桌子 我的桌子也可以把它放下來 放下來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落地 對啊 其實我們現在講 不管你做什麼車 你大車也好 你小車也好 最好用的就是像這個東西 鱈魚章 鱈魚章 你只要有一個鱈魚章 那我們去找 這個地方是私人場地 那我們去找 比如說像 一些純野營的地方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對啊 就是沒有 不是 不是所謂的私人管 應該是說 公共空間 找一個公共的空間 沒有人去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 去那邊落地也一樣 就可以使用了 OK 可以 這很厲害喔 厲害厲害厲害 這比較厲害 真的 對啊 這自己一款 像這樣 砲碟 那一款 比較好可以利用 就是要自己利用 對 就要自己善用 這個我上次有拍過 對 這厲害 OK 我不停的 天啊 surprised 看起來 是 不一門 歪 然後 發現 剛才 あっ 兩次 打開 、 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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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